今天晚上六點多高雄古山區西藏街的這一間娃娃機店 有一隻台灣迷猴闖進來了 直接爬到了機台上頭 可以看他不時的東張西望 甚至是抓抓他的腳 那麼一度還把這個機台當作是自己的床躺下來 舒舒服服的是躺平 那麼由於他待的時間是有1.9 旁邊又是超商 店員很擔心這隻台灣迷猴會跑進來拿東西吃 也因此緊急的是拉下了電動門 而這猴子就在娃娃機台 在上頭是沒有到處的亂竄 而他看到民眾在拍也完全的不怕 而像這樣子猴子闖進了民宅裡頭的狀況 其實在古山區是相當的常見 那麼附近居民雖然是見怪不怪不看的猴子來 還是會擔心闖進屋內搶東西吃 都是還是小心提防